从庙口夜市周围人流量最大的路口来观察 目前行人友善的政策宣导确实有发挥作用 画面上可以看到车辆看到行人通过斑马线 明显有停等的状态 等到行人通过才开动 但是还是有些驾驶人看到老若妇孺要过马路时 没有明显礼让的动作显向还生 让这位带着幼童的妈妈一再观察后 才通过斑马线 区块的地方 对对 像你自己是机车骑士 会不会觉得说 这样离让行人停下来 离让行人这样是一个大家都不错的一个政策这样 可以啊 对啊 要是我我也都会让 你都会让 对 因为行人走斑马线本来就是他们的路权啊 对啊 所以你非常支持 对啊可以很好 你有知道这个政策吗 知道啊因为市政府都有那个脸书会宣传啊 哦 对啊会有过分 都知道 对 说车流量多然后不离让行人的话 其实行人很容易发生车祸 所以我觉得离让行人是对的 支持啊 怎么说呢 因为有时候车不会让你啊 所以你要等它才能过去 对 你自己很常遇到吗 蛮长的 蛮长的 所以以前高中国中的时候放下 上下雪都会中到啊 就很容易摩托车就直接中到我们 然后我们就习惯了 那什么经验 呃 有时候常被车撞到啊 常被车撞到 然后不让我们 真的哦 应该先让行人 你觉得应该先让行人 对 那你知不知道市政府 市长在推行人有战政策 嗯 知道 知道 那会不会觉得说 诶这样非常好 就是如果有小朋友的话 这样子也蛮方便的 对对对 感觉台北比较 对这种政策比较在意 可是基隆人就觉得说 反正基隆人不会管 对 其实都有 啊有的行人他也不走斑马线也很多 哈哈哈 你知道很想要死掉 对我觉得对啊 有斑马线就多走几步路嘛 对于这个行人友善政策 基本上随机访问 都获得市民正面的反应 但是实际上 仍有汽机车用路人 在经过路口 为了抢快 还是难免疏忽 相信跟安全貌政策一样 好的政策需要时间来磨合观念 并且随机因地质疑 弹性调整交通耗制 让好的政策 能落实在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当中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打赞公路